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多家中国媒体报道,IBM中国突然收回了约千余名研发和测试岗位员工的内部系统权限。 这些员工来自IBM中国开发中心和中国系统中心。 受影响的员工被移出内部的产品群组,无法通过VPN登录公司内网,但仍可存取电子邮件。 IBM尚未对此事做出官方回应,员工也没有收到详细说明。 此次变动可能与IBM在人工智慧和混合云领域的转型有关,传统研发岗位需求可能减少。 这也是继微软关闭中国实体店后,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调整业务的例子。 此次人事变动可能削弱IBM在中国市场的研发能力,引发外界对未来发展的担忧。 第二则新闻 通讯软体Telegram创始人杜罗夫在法国被捕,可能面临宣扬恐怖主义、洗钱、贩毒等指控。 他被指控为适当监管Telegram,放任各种犯罪行为在平台上发生。 与Telegram相关的加密货币Tonecoin在24小时内暴跌16.38%。 杜罗夫是俄罗斯社交平台VK和Telegram的创始人,身价估计达到155亿美元,现居于迪拜,于2021年成为法国公民。 VK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社交平台,Telegram在俄罗斯、乌克兰等国拥有大量用户。 自乌克兰战争以来,Telegram成为俄乌双方发布消息的平台。 俄罗斯已向法国外交部请求解救杜罗夫。 第三则新闻 根据朝鲜日报报道,三星电子近年来不再自称世界第一,而是谨慎地强调巩固市场领导地位。 这反映了三星电子在市场上的地位不再稳固,且内部对品牌也丧失信心。 三星电子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在2023年亏损了15兆韩元,半导体事业的营业利润率也下降了。 此外,三星电子在高频宽记忆体市场上面临来自SK海力市的竞争压力。 相比之下,SK海力市的营业利润大幅增长,而三星电子的营业利润则下降。 此外,台积电的崛起也是三星电子市占率下滑的原因之一。 三星电子,英特尔和日本Rapidus正试图透过技术创新和自动化来鹰头赶上。 三星电子的半导体事业正处于关键时刻,未来能否重振旗鼓,实现新一轮的增长,仍是业界关注的焦点。 下一则新闻 小北百货的成功秘诀,在于建立了让员工敢于发声,积极参与的企业文化。 小北百货副总经理张书斌表示,尽管公司内有标准作业流程,但实际执行中更强调弹性处理和个案讨论。 例如,面对顾客偷窃或退换货的情况,员工可以依据具体情况调整应对方式,而不是一位按照规定执行。 这种弹性的工作文化来自于公司对员工意见的重视。 小北百货鼓励员工直接向总经理反映问题,无论是对规定的不满还是个人需求,都能透过总经理信箱表达意见。 这样的机制让员工感到被尊重,并且更积极工作。 店长和主管的回应与支持,更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。 此外,小北百货也会根据员工的反馈调整公司政策。 像是原本没有计时人员编制,但经过内部反应后,公司决定增加计时人员配额,分担正值员工的工作量,这使得员工更有动力并提升了工作效率。 透过重视员工需求并灵活应对,小北百货不仅在内部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氛围,还实现了每年营收成长10%的亮眼成绩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以协助全台上签为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,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